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每天在固定的时段来跟大家呈现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以及各个层面所造成的影响 那今天我要跟邱老师我们要聊一聊两个话题 都跟人物有关 一个就是WHO的秘书长谭德赛 那另外一个就是谈一谈最近以来 这个已经被确诊的一些全球的知名的重要人士 还有包括一些被隔离的领导人 那从人物的角度切入让我们来看到整个疫情 除了大家每天从我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些数字的成长以外 看看这些人的因素 那这当中可以也许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整个疫情 对我们所熟悉的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环境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好师兄我想我们台湾的听众很难不注意到谭德赛 我觉得过去我们台湾的人对WHO的秘书长是谁 没有那么在乎 当然了自谭德赛之前的那一位是香港籍的 这个冯李我常常记不住他的名字 不过没关系 那么谭德赛他上任以来 最主要一点是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很多人认为说他非常的偏袒中国 那这里面也不是只有台湾在讲他 也包括到一些欧美国家 他们都认为说你世卫一开始对于中国隐匿疫情过度包容 那么在中国疫情扩大了以后 你还配合他的节奏 因为各国开始对中国包括撤侨 包括一些航班的这个停止 那谭德赛都出来讲说还没有到这样子不需要 然后当疫情已经往外扩散了之后 他也不愿意宣布说这是一个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大流行 他是一直等到武汉已经宣布这个所谓疫情控制住了 他才宣布全球大流行 然后接着他又去对中国所谓的几天零确诊 他也说了不起的成就各国都应该学习等等 那中间又有消息出来说 这个中国捐了2000万美元给这个WHO等等 我想对台湾人来说 WHO更加的让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这种 不甘心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明明是世界的议员 可是我们一直被WHO给拒绝 当然我们都知道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可是WHO从来没有一件秘书场 这么样子的亲中共 那么所以呢因此就引起了很多的不满 那么这不满 现在大家透过一个全球最大的网上请愿平台 叫Change.org 那么现在联署人数已经到昨天晚上为止 超过了55万 那应该是说他这个平台可能也有55万人 要代表一种国际上的一种声音 对所以现在 这个谭德赛好像也有反应 那据说他把怪罪怪到台湾来 他说是因为都是台湾的网民在那边搞怪的 好你怎么看这个谭德赛的这些的现象呢 对谭德赛其实他这一次可以讲是犯国际重怒 因为他基本上他不是只有在 怎么说 他不是只有让台湾人觉得很生气而已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 包括他自己非洲的这个国家 他都有很多的国家领袖对他都有很多的批评 那其实你看谭德赛过去 他其实蛮有趣 他是196年生 民国54年次的 对 那他本身是公卫的专家 当然这不在话下 对 但是呢 然后他2005年到2012年的时候 他在伊索比亚担任是卫生部的部长 对 然后在12年到16年 2012年到16年担任外交部的部长 17年开始 刚才主持人讲之前是一个香港人 17年开始 春风附争 对那17年之后呢 就担任四位的这个总干事 是 那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看这样子的一个公卫学者 当过外交部的部长 我们套一下时下的语会 就是当然是很会看风向 因为伊索比亚长期呢 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 不管在这个技术援助 或在这个金援方面呢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需要中国的帮忙 那就加上他的政敌 并不是像这个民主自由人权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当然他要选一个老板 对那我是觉得谭德塞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台湾一直说要这个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甚至至少让我们能够用观察员的身份来去加入这个组织 其实我觉得台湾在这一意义当中 这个抗新冠病毒 抗武汉病毒这一意义当中 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其实有两个意义啦 第一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能够向世界证明 台湾有最顶尖的医疗人才 最棒的公卫的体系 跟最棒的这个公民的文化 我们愿意配合政府 我们愿意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供体这个时间 然后把这个维基度过 我们做的都比美国都比欧洲都还好 对 第一个意义 所以是世界会需要台湾 对 台湾可以对世界做出贡献 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你看口罩 我们甚至要帮美国了 对 那当然可以讨论 是不是说帮中国帮大陆不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意义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世界卫生组织怎么看它 因为台湾其实过去一直很希望加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 那中共打压之下 我们政治性没办法加入 我们至少加入一些 比较是周边的 跟我们生活有关的 卫生的 运动的 娱乐的 文化的 都跟生命 政治性没那么强 对 大家对生命有直接相关的这些组织 但是重此是这样的 中国还是 这个 这个大陆还是这样打压我们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希望说 好像我们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2017年之后 世卫没有在 对我们发这个 对 观察员的邀请函 对 所以但是 我们可以就知道说 其实在实质意义上 我们不见得就一定要加入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一次反而有人认为 就是因为台湾根本不信WHO的这些 对中国的疫情 反而有帮助 所以因为你不信他 你没有误信他 因为这一次 的确 你知道整个的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 台湾在下台的一个声浪 这主要是加拿大有个网民 那这个可能是华裔 搞不好是台湾人 叶医生 他在联署书就提到说 今年1月23号就是武汉 开始这个封城的时候 谭德塞都不愿意宣布把中国爆发的这个疫情 定位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 那么一直都没有经过查核就轻信中国的所提供的死亡跟感染病例的数字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击中路的原因 但是呢他现在知道台湾很多人对他不满 他现在把他规则 那据说他是在大概2月份的时候 那么这个他就跟美国官员 就跟台湾这边透露说 谭德塞私下曾经非常生气说 网路上出现大量抨击他亲中不适任的言论 他认为是台湾在背后操作了 好这个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我们来看看事实上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 他在昨天也讲 他说世卫组织应该叫做中国卫生组织 对不对 然后呢川普也曾经直接讲说 多年来我一直听说他非常偏袒中国 他讲的是世卫组织 好那现在当然从我们刚讲到说 你刚提到包括他的祖国 伊索皮亚长期受中国 包括一带一路很多的支持 那么也包括到他的世卫组织 现在因为美国相对来说 可能捐款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 现在中国是他最大的一个资金的来源 最近又捐了2000万 那这是看得到的说他可能偏袒 但最主要当然大家不是只从这些地方来 而是疫情在从中国一开头 到整个全球流行 你世卫组织是站在什么地方的什么立场 每一个节奏点看得出来都迁就 都配合中国的节奏 对啊 那就是说现在好像当你这个世界卫生 你这种疫情这种防疫传染病的议题 好像碰到了政治就转弯 好像所谓的科学 我们知道科学是求真相的 对 也不管你谁当美国总统 哪一个党执政 科学就是科学 事实就是事实 这个病菌的发展 跟他的染病的数目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捏造 可是真的很不幸的就是说 我自己是政治系的老师 我有时候觉得说反而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更应该用去政治化的方式 来看待很多的社会议题 跟很多的这种公共卫生议题 好那讲到这一部分 我们就看到当谭德赛面临到全球的公民 当然这里头一定有包括台湾的网民 那这个联署要求他下台 结果现在谁给他温暖呢 习近平 中国主席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昨天他就回了 写了一封信给了这个谭德赛跟世卫组织 那么公开说 对于谭德赛秘书长还有世卫组织 跟中方的密切合作 抗击疫情表达高度赞赏 而且中国要继续坚定支持 他还有世卫组织在国际抗议合作当中 所发挥的领导作用 这个当然一方面来说 你可以讲说他更坐实了 所谓的麻生太郎所讲的说 世卫组织根本是一个中国卫生组织 但某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谭德赛更加有恃无恐 最大的金主 最重要的一个现在对国际组织影响力的 中国已经出来挺他了 所以我看一石两个大概动摇不了他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其实我曾经在我们的节目上讲过 就是说如果这个疫情的扩展到全球化 有三个货亏最亏获守的话 我认为是第一个是习近平 因为全面是隐瞒疫情 第二个是谭德赛 第三个可能是川普 他的这个漱化 川普问题也很多 那另外我想谭德赛的问题 他可能还会再持续 但我想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 这个网民的情绪 应该让大家知道 另外我想最近从疫情扩展 特别是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的以后 我们看到除了看到意大利 看到欧洲看到美国 很多的疫情的发展之外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政要 名人全球的名人 那么都被感染了 大家前两天我也讲到 阿佛大学的校长夫妇 这个Lawrence Bacow 那么他跟他其实都得了这个肺炎 这个哈佛大学的 在全球的地位就不用讲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国传染病学的专家 叫利普金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感染 以免疫中心的主任 是世界顶尖的传染病学专家 那么我看到资料说 他也被确诊了 他曾经03年的时候 来到中国来帮助来这个抗击SARS 那为中国培训了非常多的医务人员 今年一月份他还专程受中国邀请 到中国来调养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么跟中南三点见过面 那不晓得什么原因 他就被感染了 除了这个以外 证件名人 我想前两天大家看到 是Charles Prince Charles 英国王厨 然后另外据说可能是传给他 是摩纳哥的亲王Albert 这个是亚尔伯特二世 伊朗的第一副总统 伊朗的副总统 加拿大第一夫人 西班牙首相的夫人 法国文化部长 英国卫生部的次长 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 英国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 还有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还有很多的领导人都被隔离了 包括德国总理 梅克尔 包括加拿大总理 杜鲁道 巴西总统 还有美国总统川普 他们都接受检测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听众朋友还更关注的是 很多演艺界跟体育界的明星 你所了解的有哪些 演艺界的明星 基本上体育明星 大家最近很闷 NBA没得看 然后棒球也都不能打 那比如说NBA的这个凯尔特人的控球后卫像司马特 也确诊 Smart Smart 那还有这个NBA的MVP 最有价值的球员叫杜兰特 Durant Kevin Durant 他非常多人喜欢他 还有这个活赛队的中锋伍德 Christian Wood 还有犹他队的后卫的Michel 还有狗贝尔 狗贝尔都中了 那在足球的部分 英超呢 包括这个Artita 这个阿森纳特队的主赛 而且阿尔斯塔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超级明星 超级大明星 对 那像英超队的 这个 奥多伊 西风侧翼 西甲西班牙人队的前锋 国民的球员叫吴磊 还有西甲的 这个是 太多太多了 我还看到那个英国的那个 Runi Runi也在里头了 所以 这个 另外日本奥会的副主席 田舅信山 田舅信山 然后呢 明星的话 我想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Tom Hanks Tom Hanks 非常震惊 对 然后世界上三大南高音 这个Domingo 没办法唱歌 没办法唱歌 这当然 而且坦白说 我对那个Kevin Durant 将来的NBA的事业 你会当心 因为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 他需要多大的肺活量 这个肺部第一个 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不免会讲到说 这一些大咖 真的是 我看到一个评论讲得很好说 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对 不然我们不会这么关注 可是在病毒面前 他们就是普通人 对啊 你看那个查理斯王子 竟然 你像他们是怎么样的 一种社会阶层的人 那个多好的保护 多好的生活品质 还有一个医生团队 帮他照顾 那真的就是这样 为什么西方人这么容易中 对 而且大家也注意到 现在看到这些名单 大部分都西方的 这是所谓的名人 对 因为其实这跟文化的习惯有关系 我这边讲一下 现在美国的确诊人数非常的多 那有一个42岁的每个患者 今天在一个世界日报有一个新闻 他说 他碰到确诊者 几秒就感染 你只要碰到确诊者 你只要短短几秒 基本上 你就确诊 那他说 因为欧美人士是这样 欧美人士他们跟台湾人 或跟亚洲人不一样 就是说 他们不会戴口罩 那他们说真的也很重休闲 所以他们只要 怎么讲 一有稍微发烧流鼻嘴感冒 他们就请假在家 那老板也不会刁难你 可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爆肝的国家 所以我们稍微发烧感冒 你如果请个假 不是很严重 老板会不高兴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撑着去上班 那就戴口罩 那就戴口罩 那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养成一种 我们尽量 能够取一个平衡 就讲起来也是蛮悲伤 就是我们还是要工作 那 但是西方人没这个习惯 那所以 他们其实 有这样的感冒 这个新冠的这种症状 他们会轻呼 那轻呼的时候 轻症的时候 高烧到42.2度 他们就完全是 不以为意 然后最后呢 我刚才讲这个例子 42岁的患者 呼吸越来越困难 然后到最后呢 怎么样 感到连拿水喝都很困难 然后感觉要窒息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听到很多这种新冠 后来 对 他说胸部像那个 什么玻璃在刺一样 对 他说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西方人呢 因为他们 第一个他们就是不愿意戴口罩 对 他们要戴口罩是生病的人才要到 可是我们是戴口罩是为了 一个是不要被别人感染 第二个是我真的感染 有生病 我不要感染给别人 是这样的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对 那其实在这个重点下面 其实我 因为我最近刚好有接触些美国外交官 对 他们也承认 因为这些外交官毕竟还是比美国本土的民众还更有国际观 更有这种不同文化的熏陶 他们也承认就是说 他们不戴口罩是错的 可是他们还是没办法理解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在白人社会 他们是非常的高傲的 他认为说我的文化是你们有色人种来学 美国 英国 欧洲 德国 法国 是你们来学什么 或是我们来学你们 可是因为他 这个外交官也跟我讲说 因为他也知道台湾 16年前有SARS的经验 对 那美国一直没有这个经验 欧洲一直没有这个经验 对 他们认为这种很奇怪的病 就是会乱吃蝙蝠 乱吃狗肉 乱吃这些 他认为你是下等人 对 他认为这个有色人种 所以他们可能一开始认为 那个不会到白人的 对 会像2003年的SARS一样 对 所以说他们这一次真的也有学到 我相信他们如果 这次死亡人数到了一个 其实现在死亡人数已经快两万人了 对 所以他们其实应该也会从当中去想说 我们是不是很多过去 我们公共卫生的这种 觉得这个很习以为常的 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而且对你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包括生活上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会发现 下着毛毛鱼 他不带雨伞 不带雨伞的 就让他淋 他觉得带雨伞看起来就是很弱 很弱 对 对 然后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对 所以这一部分的延伸就是 为什么不戴口罩 就是你刚刚讲 他要展现他那种 男子气概 或者他是很坚强的那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社交礼仪 这种body的这种接触 又比较多 贴脸颊 纹手 这些刚好都是现在这个病毒 可以传染的途径 我不知道 如果将来有学者去跑统计 我相信 绝对这个 确诊人数跟死亡数 绝对跟你的肢体接触的频繁度 的那个文化 绝对有关 否则不会意大利马上就超车中国 对 意大利人最喜欢碰到就是这样子 然后西班牙跟西班牙是轻到翻过去的 轻到翻过去 那是南欧更热情 对对 越热情的国家其实越惨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跟整个这种 就是说我们在亚洲 不管是中国日本台湾 这不同的政体 可是呢我们的文化体系里头 都还是对有一种 自我的内敛的一个要求 自我要求 也就是说个人 像民主国家相对来讲 个人主义会比较被强调 可是even在日本在台湾 大家那个团体意识还是很强 可是在西方 它就是一个纯粹个人主义 它就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你说像意大利同样封城 米兰封城 大家会想 它怎么可能做到像武汉这样子 不可能 武汉那个什么胡同大妈 爱家爱户都可以去管制 然后设路障 整个把你 在意大利根本不可能 是啊 因为你看像这一次美国一样 美国很多的城市跟很多的州 都已经发布了禁令 那就是宵禁了 然后你看一发布之后 像我看到一个新闻 在马亚阿民一个女大神 穿个比基尼 一样跑去冲浪 一样啊 然后他一定说这是普通的fluit 普通的感冒 重的又不会怎样 反正的确年轻人比较容易好 可是各位听众朋友也不要忽略了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你感染到肺的话 你的肺会纤维化 纵使后来你复原症 你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 不要说 以为说年轻人 好像你就算感染了 你会复原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后面还有几十年 要用你的肺 没有错 而且这一次的过去的经验 都没有办法完全来应对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意思 昨天这个黄建律教授也谈到 他说这一次的 你会发现这个病毒 它是个smart virus 因为他不会轻易把这个宿主弄死 对 因为这样子可以确保 他可以继续活着 继续传播 所以他的致死率看起来比较低 但是他传播率强的不得了 而且就是你说的 感染了之后 现在复阳性很高 而且将来的后遗症 又非常的大 复阳性很高 然后违阴性也很高 违阴性也很高 就是你根本查不到 你远没有 你测了四次五次才发现 真的确诊 对 所以这个病毒 我来预估其实是会非常的 那么还好啦 就我们看台湾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目前第一波挺过去 从大陆这边过来的 对 第二波基本上从欧美这边回来 那陈时中 我们的阿丁部长 其实预测的也很精准 对 他说第二波就是烧回来 就是要能够顶住 对 那顶住就是你的 未来两个礼拜是个关键 对 你能入境的这些人 你只要增加人数还是入境的 你都能够有效抓得住 是 好 那听众们 我想我们周末要到了 现在大家在下班的时间 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同时大家也看到 因为现在 第一个 他的对 刚讲到说 美国的确诊数 已经变成全球第一 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 现在对经济的影响很明显 是 因为这个美国的 这个刚刚公布的 这个本周的失业 勤领失业救济人口 比上一周增加了十倍 从28万多变成328万 超过十倍 很惊人的数字 那中国现在有一个新的数字 中国二月份的失业人口 增加到800万 现在有人预估 中国在第一季 就是刚刚要结束的第一季 它的出口会衰退 大概30% 所以它的GDP 一定是要下降两位数 所以它的失业人口 会增加到1500万以上 所以失业会是一个大问题 经济现在接下来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采取的是一个 看起来相对矛盾的措施 一方面疫情 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 完全解除 可是它为了经济 必须要开放 必须开放 就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它现在宣布 从明天开始 所有外国人都不准入境中国 那这个是要把它挡到外头去 这个措施我们台湾也才行的 新加坡也才行的 所以大家 我想这个时间你会看到 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全球化 这个全球现在变成一个个 一个一个的锁国 所以难怪有人讲说 现在小日子能够过得平平安安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幸福 非常谢谢施宜兄 邱施宜东海大学正经教授 非常谢谢我们新闻播客的朋友 祝大家周末愉快平安 我们下回见